上學的氣氛 一定是很開心 有多笑話 笑話又有些教學演員 會很投入 很專注到 其實一開始是Session A1、A2 經常都是坐著不小心的東西 在粗卷班的時候 兩份卷有些都好像是 幾重今年的問題 都是學到很多MC的技巧 還有那個實戰的感覺 有很多燈法 處理到考試的時候 有些很突發的情況 或者不夠時間 有時都可以答對的問題 我叫郭健騎 我的數學成績是有五星星的 我覺得許Sir的課程最好是 他幽默 還有很多口訣 有時我是靠他的口訣 做數快了很多 另外他也有剪好一些 每個題目都幫你 擺好所有的 如果我想找一個題目 如果那個題目不熟的話 我做了一些研究 其實我試過很多M2老師 我會覺得 朱sir的M2價格最好 因為他是幫你分析 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就怎樣做 這些東西怎樣做 然後我覺得 我就是想要這樣的 補習方法 相同的氣氛 我覺得也挺好 因為整班都好像 都挺專心的 然後又笑一下 然後就一堂 我覺得過得挺快 挺好 請你注意 白痾人請你注意 有很多讀白痾的同學問我 其實怎樣才可以拿到白痾五星星 因為每年的五星星人數值得 1%多 我反問同學問 其實你知道DSC必考的題目嗎 先來essay 科學實驗題 甚至nature of science 搞定沒有 如果你不懂的話 如何去拿門聖聖呢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時候 記得來我的one day because 金Sir定理 Fall from here 你 你 有 太棒了 好 心狼 我會用貴人不屈利用的 有料 很勤奮 而且很樂於載人 很有熱性 而且配套也挺獨特的 教得又玩得 上課很有精力充沛 然後令到我都很多精神上來的課 平時上課會說很多笑話 有時會有些休息 這些例子都很容易入籠 就是技術很容易上手 而且教得很快 是會給我們很多鼓勵 Note是豐富 還有有用之外 我會覺得你上課的時候都是精彩的 因為可能你上課有時候 會手寫一些技術或者框架的時候 但我覺得你不是直接寫的 有時會在一邊講解一邊講一下 可能是例子或者是你自己個人的事 我會覺得整課都沒有門位 所以是很好的 特別是教學 很有意誠感去PK 我看得出來都是我對這方面 對通識這一科 很想去告訴很多學生 這一科其實是好 也不會外界對通識有些可能說 這一科準備 但我都覺得你依然很有 passion 所以我對這時候很感激 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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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就是Speaking 就不太好 我平時在學校28分裏面 就拿開21、22分 但獎完Eric Soe 這個 Form 6 Speaking Special Course之後 我最後在DSE 英文Speaking 就拿到五星星 我覺得Eric Soe非常之好 他平時掌課都會親身指導 而且跟我們講解很多技巧 並且親自去蘋果 給我們一些每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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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議 我覺得Eric Soe 未必有能力給我們很多練習的機會 但在Eric Soe 我不單止得到練習的機會 更加學到很多口試的技巧 以及在他的鼓勵之下建立了我的自信心 這是我成功的關鍵 DSE中文 2019 DSE中文 2019 DSE中文 2019 DSE中文 我閱讀五星星 寫作五星星 卷三綜合五星星 說話五星星 我中文五星星 我閱讀五星星 寫作五星星 卷三綜合都是五星星 Overall是五星星 閱讀五星星 卷三綜合五星星 寫作五星星 卷三綜合五星星 我寫作五星星 卷三綜合五星星 寫作五星星 說話五星星 我閱讀五星星 說話五星星 我閱讀五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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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五星星 我要讀五星星 卷衫綜合五星星 我寫作五星星 卷衫綜合五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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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卷衫綜合五星星 我寫作五星星 我寫作五星星 寫作五星星 我寫作五星星 寫作五星星 說話五星星 我說話五星星 說話五星星 說話五星星 多謝文正幫我摘聲 多謝文靜幫我摘聲 多謝文靜幫我摘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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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過那些題型你基本上都會做一次 那些復的位置全部拿來復我們 復到我們記得位置 我每個個課程都很有用 但是真的幸好有那個房題 除了計劃A之外 我中四、五的東西又不是很鞏固 計劃B有用 計劃E操作較困難的數也做得好 計劃X就直接做卷 如果不是那個房題 我應該不會補那麼多 搞得很好 我應該不會補那麼貌 我應該不會補柘 都是因為朋友介紹 然後他說他自己本身空食問題 但是聽得多 就是報得久了就會慢慢享受 年輕的那個都不知道 老師就在介紹 然後他也拿了很好食證 其實當你上完試堂 覺得你非常清晰 教訓很有條理 因為你的筆記牌會有泛文 就是泛文之後就要分析 一些泛文之後 背後的用於什麼技巧 例如很清晰的主題句 很清晰的句論 因為你比較出名 去報索界所以實在有 我見到有一段你的宣傳片 學生都說以前遊考得不好 最後補了你之後都好像不錯 因為我本身空式都不太好 又不知道怎麼入手 我見到看完宣傳片之後 或者可以給我一些幫助 所以我最後就定補了你 那我初中開始就已經有部Eric了 我覺得Eric的教導上 Paper 2和Paper 3 是特別對我來說有幫助的 那Paper 2呢 平時他上課就會教很多不同的 Full Cap Sense Structure 和不同的Sense Pattern 那在我Study Leave那時候 因為我之前在學校 只拿了15至16分 那我Study Leave那時候 每個星期都交兩篇文 那Eric就改文都改得很快 例如我今個星期交 基本下個星期就可以拿回 每一篇文都可以看到自己有什麼錯 有什麼位置可以改善 還有Eric都會給一些 每一篇文不同的評語 可以令到每一次 就可以看回每一篇文有什麼錯 而從而每一次進步 那Paper 3呢 他又教了我Data File 有什麼抄 還有有什麼要不用抄 這樣就可以令我省回多些時間 例如Data File有什麼 好像奶媽那樣 那就令到我做Paper 3 就省回更多時間 還有可以做得更好的 那最後我就拿了五星了 所以我真的好多謝Eric 好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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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